两个孩子一间房 喜欢生孩子的老婆 又生了一堆双胞胎 常规布局瞬间很拥挤 椅子都放不下 两个孩子的收纳完全不够 不如学我这样的爱 1.靠墙找二表哥借几根方管汉框架 确定两个孩子床的位置 再厚着脸皮找二舅妈借几颗膨胀螺丝 把它狠狠地固定在墙里采捞 外包环保护事变 耐用一万年 就算二条的家伙最续绕的也设在上面不笨 这个钢架床都稳丝不动 再到二表哥家搬两个床垫就是床 靠墙贴软包睡觉才舒服 墙面挖个洞 陷入装饰木额 姑娘们的文学书籍随便放 睡前和泰哥尔聊聊天 做梦都有内涵 开关插座装床头开灯不下楼 几个抽屉做台阶 下面的抽屉存放姑娘们的香袜子 超多超能放 上面车屉存放姑娘们的内衣内裤 空间一点也不浪费 这样的两个姑娘睡上面刚刚好 高度足够高也不碰头 2.靠墙做L型衣柜 上面放两个孩子的过级棉被 下面挂两个姑娘的上衣和裤子 从小培养孩子对服装艺术的了解 楼梯下面做几个抽屉 收纳姑娘们的衣服 增加收纳空间一点也不浪费 故事面做造型 装个线性灯年之高 装个铁护栏 姑娘的安全有保障 另外一边两个姑娘的玩具随便放 就是两个孩子的秘密基地 两个孩子一起成长 留住快乐美好 外面装饰煞 隐私墙 旁边在座三个大衣卫 印记衣物这里放 收纳半三倍 关上玻璃柜门挡灰尘 实用颜值高 装个风管机在底上 石膏板吊顶彩阳液 风口家常更美观 中间两个超大学习区 孩子全大哈佛 脚踢耶鲁 培养两个孩子 成为哈佛耶鲁下任校长 然后教他们学中 上面延伸做教会 文学书籍上面放了解知识更全面 超越同班同学就在眼前 关上玻璃柜门挡灰尘 实用颜值高 这里的卧室两个孩子 都有自己独立休息区 学习区 公共衣帽间和游乐区 实用颜值高 也许这个设计不适合你家 那就手机安个住小邦 直接点设计我家 直接搜小区名 一秒匹配你家户型图 免费生成专属你家的3D设计图